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阿湯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早幾個月來過一次 這個樓盤就位於珠海斗末白礁這一邊的行龍預警 這個項目是真真正正目前在售的項目入面 唯一一個是位處於白礁新城的 它旁邊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時代傾城 其實整個時代傾城早期的奇數可以都說是圍繞著這個項目的 不過這個項目所處的地塊就跟這個時代傾城四旗是接近一樣 因為大家都是近著這個勝利河 所以部分的單位都可以有一個水景看到 雖則樓盤的外觀等等都全部做好了 但是大家看到它目前圓林等等的部分是未做好的 所以整個項目收樓要去到明年左右才可以收樓 這個大家要衡量了 因為我們都明白 目前大家考慮一些的樓盤 一定是盡量上選一些 相對大品牌 央企、國企等等 就會比較妥當安全 剛才提過 樓盤的部分的單位是可以看到勝利河的何景 即是說有不少的單位都可以看到一個水景 那若然一些沒什麼水景 可能低層一些望遠林為主的單位 現時的單價方面是說最便宜 折了下來一萬二千多元起的 比我們早幾個月過來的時候 也都已經是便宜了 但是當然大部分的一些戶型等等 仍然是說一萬四千多元左右的單價 那這件事就要自己知道 首先你是否考慮想看到一個水景之餘 這個項目裡面的規模 圓林等等 是不是你所喜歡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項目是有自大的一個商圈 他的街鋪、組團等等 將來在一個生活配套上 都可以方便到我們的業主門 除此之外 在這個樓盤的不遠處 現時招商的伊雲華府那邊 其實他的商業體已經開始動工了 那這件事對於整個 白礁新城這一邊 其實也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畢竟未來又會多一個 具有規模 以及會經營得不錯的一個 商業購物中心了 對於本身這一邊 相對消費購物 是比較空白的一個地塊來講 多了一個商場 怎麼都是一個好處 那我們現在看完這個行拍畫面 直接就跟Jerry過去看一看 這個項目現時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 在售的一些單位又是怎樣一回事 Hello 大家好 今次都是我自家兄弟Jerry 由我背後這一幅圖 其實可以看到 我今次到訪的 是回訪這個行龍余景花園的 沒錯 就是位於斗門的白礁新城這一邊 據聞今次發展商是有一批特價單位 是訪問出來的 究竟他有幾特價呢 當然是比現在正面的賣賣的價錢 要優惠的同事 可能都還有一定的折扣空間 而且他 景觀方面其實都 還算OK了 只能夠這樣說 不算是特別這樣漂亮 當然 我們也都是進去去看一看 究竟是 情況是怎樣 OK 現在看看這個就是 行龍余景的一個沙粉模型 我們這個樓盤 其實他總共是由這個 陸洞的超高層 和下邊的部分的小高層去組成的 目前的話 看回樓盤的一個佈局設計 他在這一邊 其實是一個聖利河的河邊 其實聖利河圍繞到這個白礁新城的一邊 他就有另外一條這樣的細河 但細河 它兩邊已經是政府重點打造一個 一河兩個工程 兩邊的陸化帶其實都做得相當英俊 OK 圍繞回到樓盤方面 其實目前這裡有一批特價的 一口價單位 主要是圍繞在這個二座和二號樓 和這個五號樓之間 我們看看二號樓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看看二號樓 中間這兩個壺形分佈大概97平方的三房 兩廳兩位 而兩個邊位的壺形大概是102平方的 目前這批單位主要集中在二棟會有一部分貨源 另外就是五棟會有一部分貨源 我們再看看五棟這邊 五棟中間這兩個0203和剛才二座位 是一樣的都是91平方的三房 兩廳兩位 而兩邊的04和01單位主要是大積117平方 目前整個小區 它的精裝的交流時間 為到明年的6月30號 即是2023年的6月30號 平均管理費是3元的一個平方 即是100平方便是300元左右的管理費 現在目前有些一口價的單位 主要集中是五座和二座的中樓層 平均價錢大概是13000至15000左右 我們再看看整個小區的空間佈局 其實下面的小高層下面 其實是空中的地下一個花園 可以方便在你休閒散步 而在這個二座前面 包括一座的下面 其實有一些商業 是保持在這邊 即是可以方便我們業主 以後可以在這邊購物購物 大致上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了解完模型區位之後 我們現在就去實體樓的示範單位 雖然剛才所說的 大部份的圓林未做好 不過你也可以在這個小部份 已經做好圓林那裡 看真一點 這個發展商做出來的一些綠化環境 到底是怎樣的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行龍預警的陽華間 現在是在四棟的 看一個01弧形 102平方 三房式的設計 好了 在看我們的一個交付箱標準 入門口這個指紋密碼鎖 以及我們的一個降山上門 都是交標來的 再回來 其實它這個回形 大家細心留意 在我們門後面 其實是有一個窗口位 即將來這個窗打開 都可以形成一個南北對流 好 進來的話 我們看到它做一個 基本上沒有錯位的 一個比較試鎮的廳 也是飯廳後面 其實有一個廚房位 廚房做了一個 有一個U型的設計 肉眼所見到的 包括 車油煙機 燃氣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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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转过镜头看看 其实现在在售当中的一批单位 有比较顺利的 其实是在2座那边 我们现在看到这14座车对面 那种外墙已经整好 黄色外墙这个就是2座 那它有一些弧形的 就是边位的 01和04和这种弧形的格局设计 是一模一样的 目前那批单位主要有一些 是在中楼层左右 但是它的景观可能和这个差一点 多一点都不一样 不紧要可以通过我们的航拍机 飞到它的指定楼层 看看它的标准是怎样的 我们这个主要是参照它的格局 和它那个 这个弧形的设计 通过这一边 这里是其中一间客房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 维生间 维生间所见到的交流标准 亦都是和我们超人看到的一模一样 那当然它多了一点 可能有点不一样 就是值得一提 就是我们现在进来看看 那它呢 在里面其实都有一个 飘桌的位置 就是维生间洗澡的地方 它这个门其实不是那种推拉式托门 它是拉 拉门 所以其实都比较少见 好 最后呢 另外那间房间 我们先来看看一间小房 这间小房呢 就可以做书房 或者单人房 都可以 有一大标台 交流标准方面 很阔的位置 可以像它这样做一个L型的衣柜 都可以 如果撇开这个L型的衣柜 其实整个主人房的空间 是相当相当之大的 即使放到衣柜之后 我们呢 就算不用到飘桌 都可以还有两个床头柜 加上大床的一个空间 其实都相当之别致 OK 好了 这一只弧型呢 我们就暂时印象到这里 OK好 那我们现在镜头呢 转到来五座 看看一个97平方的单位 三房两平两个卫生间的设计 好 入到来的话呢 都是指纹密码 和一个光芯室幕门 其实呢 我们可以随时在这个位置 做一个鞋柜的 OK 再回来 我们先来 看看 厨房位置 那厨房呢 它是做了一个L型的设计 它有一个小窗 可以增加回我们的通风 和裁缸 你客帆厅呢 它就没有错位了 基本上呢 就会有去到 三米四五左右 开间的了 而且呢 肉眼看到的交付标准 包括天花吊顶 长泰雨交漆 都是做好了 OK 这个冷气呢 就没有了 所以将来我们自己去做吧 好 再出回来 阳台 好 好 我们现在呢 其实是在五座这个位置 目前呢 有批单位呢 基本上是五座的 中楼层 我们现时呢 所在的呢 是去到了十五楼 OK 但其实看回何景的话 对面这些小高层呢 是 基本上呢 就是二三四五六六层高 好了 基本上呢 六层半左右 基本上呢 七八楼 其实呢 望穿到前面呢 没什么遮挡 当然了 高楼层小小就更加漂亮了 我们也看到 除了外面这条胜利河的河景之外 其实那边呢 都有一个小河的 但这个虽然说 那条河呢 比较小 但是它两边的绿化呢 其实做得相当之美 因为都是政府的 河岸工程来的 可以理解为 一些小区 好像绿化带 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沿河景观 OK 好了 我们呢 就回到去 房间再看看 也是三黄色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间客房先 客房呢 也是跟刚才阳台的景观 一样的 回省间 这一间 再看看这一间 好 最后我们主摩 大座有个套匙 另外呢 在我们休息区这一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漂台位 可以给我们用回 整个空间感来说 其实都相当之大 放床下櫃和衣柜 再放床下櫃 其实都是有座位的 OK 好 好 再看另外一个弧形 0104的117平方 然后呢 做了四房两厅 两个位置身间 因为它是单边位的关系 所以它那个 效果呢 整体的感觉呢 其实都非常OK 进到来的话 其实呢 这个门后面呢 都是跟刚才那个 一百零几平方 后面呢 其实都是一样 有个小窗口 小窗位呢 就会跟我们 客饭厅的 主楼台 就可以形成一个 对流的效果 OK 那我们也是先看一看 这个厨房的位置先 厨房呢 也是做了一个L形式的设计 OK 其实出来之后呢 我看到它这个饭厅位置 都很大 放了一张蛋白桌 其实这里可以放到 一张六人的椅 也都没人看 当然它现在是 放了五人椅 在这里 好了 整个开间的画 其实呢 也有三米多 都相当OK 再出来呢 也都是先来阳台看看 好重手啊 这座门 这座门 那边都是看着 聖尼河的河景 和前边的一个 小河景的 好 好 再返回来 我们到休息区 看看 好了 先来看看这间 客房先 前面 去推进一下窗口 欣赏一下景观 小河要起床看这条河 其实都很英俊 OK 好 回来来欣赏一下 维生间 维生间旁边 另外一间房间 这个房间 带一个大飘桌 其实这个景观是怎么样 我们进到回来 是对着下边 另外一个小区的 来源景观 其实可以看得到 OK 好了 最后两间房间 就是这个走廊的尽头 分别是我 镜头的 右手边 这间小房 这个景观 其实跟刚才那间客房 就一样了 最后就是我们主卧带套尺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套尺是主卧的镜头 左手边 它是一个长方形式的设计 其实洗澡的时候 都可以坐在飘桌上 看着外面的环境 好 最后主卧休息区 这里也有一个大飘桌 这里有一个套位 做了一个衣柜 这位旁边 其实它有两线枪 我计算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主卧来说 OK 好了 这只117平方的 就看到这里了 好了 看完三款的实体楼示范单位之后 我们今次有一个创新的做法 就是用航拍机 飞到不同的楼层 给大家看清楚 有各个楼层单位 看出去的感觉 到底是怎样 包括 很多人会好奇 到底在一些相对高层的单位里面 大概多少楼 是可以真真正正 看到一个开阔的 胜利河境 在这里 我们用航拍机 就可以直接 用最真实的画面 告诉大家 不用顧客 9楼明显地可以看到些少的河境 也可以看到圆林 整体就会有层次 不过 如果你真的想看得多一点的水景的话 建议你也是买10楼以上 看出去的水景就会有保证 现在我们就不如给大家听着音乐 逐个单位和不同的楼层 去了解一下 到底看出去的景致是怎样的 前面有一点 在海洋中处理念 是每日的水平 都是山洞 这些人处理的目楼 就是知道 到处理念 这是一种西红洋 从南洋中处理念 就是比较氏 是不如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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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来到我们自家兄弟最方便的旺角门店 由旺角地质站的E1出口出来之后 只需要向尼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后向左手边 一直走会经过屈臣市和万宁等等的商铺 在汇丰银行之前的位置就是尼敦道655号商业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8楼的802和803室 楼下是不需要特别的登记 而等候电梯上来的时间也是相当之快捷 上到来8楼之后只需要向着801至805那边的方向 推开大门就会见到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物业直播展销厅 在这里我们会提供舒适的环境 被准买家慢慢欣赏去心意的物业 也有专人提供楼盘资讯以及解答买家的疑虑 无论你有任何的需要都欢迎你来到我们旺角门店 向我们查询一下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的 可以现在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 下条影片见 拜拜 拜拜